動畫作品這個概念 對我來說已經可以用懷念去形容 儘管作為原作粉絲和好奇心驅使之下 去看了電獄判克邊緣行者 但因為在我心中夜城一直是個爛地方 所以大衛一行人的遭遇確實令人百感交集 然而早在遊戲結局的時候 透過V的經歷體會過一次了 所以邊緣行者帶來的衝擊和情緒波動 比較偏向二刷的回味 而繼邊緣行者之後 有一部作品的聲量 從好評、討論度、二次創作甚至是迷音 進入了我平常身邊不會關注動畫作品的生活圈 孤獨搖滾 全篇12集不存在超現實和新三社主張的樂團日常 我要載由四位女高中生組成的Kesoku Band 事實上即使完播之後 面對仍然沒有停止的熱度 心裡依然是懷疑遠大於想要嘗試 色孔系主角、獨立樂團、女孩子的情誼 這些元素聽上去 可以理解受眾群喜歡的原因 卻不敢咬定那也會是自己的好球袋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上禮拜本來想用一天四集的進度去補 隔天就決定一股做氣看完了 Kesoku Band 之間的相處模式不到別處心裁 也沒有從此跳入聽團文化的圈子 小孤獨怕生容易悲觀的個性 更不是引起共鳴的地方 然即便如此 孤獨搖滾帶的關具感受 以及把握情境所呈現出的舉動 如同每一首出現在動畫內的歌曲 在我印象中留下意猶未盡的深刻 大家好,我是Skimo 記得我推的孩子的後續系列還沒有下文 閃耀色彩還有很多我沒填完的篇幅 放心那些都還在預期的進度裡面 也明白以孤獨搖滾的人氣來說 說實在也不缺再多一個人去做一部專門特輯 這支影片將會把內容集中在 為什麼孤獨搖滾成功吸引住我 還有最引起共鳴的部分 也算是完成當初在Discord的承諾 如果你還沒正式接觸這部作品 曾經和我一樣還在考慮 今天這支感想影片也許就能幫上忙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全長12集的動畫篇幅裡 觀眾的視角基本上是跟隨主人公後藤一禮 去認識這一段從相遇到組隊成團 相處後關係逐漸熱落的時光 有時候我們也會隨著異底的意識 進入他不愧的與小孤獨這個別稱的腦內劇場 體會一下擁有社交恐懼困擾的人 他們害怕與人交流背後的種種原因 以及所謂延伸出往往產生壞結果的想像 諸如此類的橋段有的因為鋪陳可以預想 好比小孤獨初次遇見特定類型的人 或者他接觸到有關社交活動和受歡迎相關的話題 也有出現神來一筆的運用 把玩色孔之下能夠令人產生同感的特質 用豐富多樣的畫面點綴作品和鬥樂觀眾之餘 並真實地點出這類型的人隨時可能迸發的困擾 可惜這樣的選擇 在拿捏上難免會面臨一丁點的挑剔 譬如我絕大多數的場合 都會樂於看到小孤獨失而自虐失而崩潰的反應 可是有一些明明處於歡樂氣氛 他自己也接受對方好意的場合 卻因為某些相對微小的要素 馬上又把自己拉進想像的世界裡面 這就反倒唐突起來並多少抽離了 當然這部分只是主觀的看法 當作不影響官具體驗的吹毛求辭聽聽就好 回頭來看伊里的色孔特質 儘管是本作不可或缺的看點 但談到貫穿整部動畫的靈魂 以搖滾為核心的樂團要素 我想更是擄獲觀眾方心的最大功成 不是每個人能和伊里等人一樣 具備擅長的表演領域而下課後去團練 作詞譜取跟拍攝非私人用的宣傳照 可是絕大多數的人 一生中肯定遇過某樣讓自己願意投以熱情的事物 那樣的熱衷也許有多或少 你可能也因此結識原本素媚平生的陌生人 這些經歷現在躺在了腦海深處 又或者有幸仍然是現在進行事 小孤獨不只能鮮活地勾起對社交經驗缺乏智人的同感 可以受過半董從結成到成發的過程 同樣能於刃有餘地吸引游泳類似經驗的人 市面上以此邏輯去營造作品氣氛的案例不深美局 然而孤獨搖滾能迅速脫穎而出道成為黑馬的關鍵 題材選擇搭配橋段安排的雙管旗下 我認為老早就奠定這部作品掀起熱潮的優勢基礎 現實中五花般的興趣或專長 的確各有擁護而沉醉其中的客群 但無庸置疑的是音樂這門領域 向來作用了龐大又很少排大的受眾群 你愛好露營嗎?或者在和風咖啡廳工作 還是說目前人處於學生階段 無論如何 都可以藉由聆聽音樂來替生活上色 倘若是相反過來 就未必一樣條件通用了 也別忘記歌曲本身能夠幾乎無視語言去傳達魅力 讓小孤獨有一被想像出來的困境 弄到心裡七昏八速之餘 仍舊把握緊要關頭 易展身為吉他英雄的不凡身手 講到主角後腿家的長女易禮 她是讓我對孤獨搖滾刮目相看 以至於第二天一口氣看完的最大誘因 源自於長期孤獨導致這個女孩子對社交的笨拙 和敏感到甚至偶爾滑稽的想像力 老實說只有加分不多 對我而言真正引人入勝的 凡是她孤獨背後身體力行的搖滾精神 從第一集開始後腿易禮直接以制術的形式 套入兒時就意識到自己在學校生活的社交匮乏 直到某天在電視上偶然間聽見知名樂團的成員 表示學生時代也是不善社交所以總是一個人 後來接觸樂器後輾轉踏入音樂人的圈子 順利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那時候的易禮憧憬之餘也心生盼望 期待學會奠吉他之後 就能變得發光發熱 同儕也會主動注意本來就存在感低落的她 只不過從作品標題便可得知最後事與願違 別說用音樂去開啟話題 就能背著樂器到學校 依舊沒人找她搭話 想要組樂團的想法自然無從下手 小孤獨還一度萌生退而求其次的想法 希望至少未來能靠這項才能虎口就好 個人成立的影音頻道吉他英雄 便是這個女孩子獨自努力出來的結晶 她藉著影片留言和訂閱數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自信 可惜這不足以說服自己抬頭挺胸面對生活的大小事 以至於出現劇中那些色恐發作 冷靜後會回頭繼續過上熱衷獨咒的日子 這似乎形成了一種循環的單調生活 卻也襯托出小孤獨顯為人知的恆心 你可以說她是只剩下沉浸在電吉他的世界 所以僅僅抓住唯一能得到反饋的事物 但也不能否定這個女孩子從零到有 無私自通道足以被人青睞的一生絕活 需要投入多少的專注和時間去打磨 孤獨一人也能好好努力 用搖滾向眾人呈現去無純淨的自己 後藤一理用堅持去成全希望獲得認同的自我滿足 不過也是美味還沒放棄熱愛的事物 期望被投以更多肯定的縮影嗎 第五集的劇中曲《吉他與孤獨與藍色行星》 設定上有小孤獨填字的歌詞 倒進了那種韜光全部的內涵 仍然強烈渴望不被滿足的認同欲求 而副歌有一段唱到《八甘娃達士がうとうだけ》 我認為是連貫這首歌和角色塑造最為切題的畫龍點睛 從客觀的角度去思考一理的希望和她選擇的道路 兩者之間的距離事實上並非最短的捷徑 像山田良所說的那樣 拍攝穿上泳裝再去彈吉他的影片博取眼球 或者拉下臉和家人請求讓她直接錯學專心玩音樂 竟然靠着吉他足够养活自己是目标的大方向 那么异理大可选择加速达成目标的任何手段 但是这并非小孤独想要的 用自身期望的方式努力 就算自觉那是一种笨 也情愿欧哥那样的决定 加入Kesokubando发生的化学效应 以归属感为媒介激发了后腾异理想要改变的渴望 演出途中察觉到团人的状况不对 刹那间决定不能放着不管的一个坚持 让以往习惯独奏的吉他英雄 立刻跳出来力往狂然乐团的惊心 彼时彼刻不仅是喜多 虹夏 汉良 相信很多人都被异理挺身而出的身姿吸引了 而异理之所以扭转逆境的关键 只是毅然决然沉浸回他最熟悉的个人独奏里 但正是这份没有犹豫的专注与坚定 透过音乐具像化到驱散了所有聆听者的迷惘 如此的桥段也在最后一集成为前后呼应的伏笔 器材方面的意外让异理顿时无所适从 分秒必争的舞台上转眼间就要换他独奏了 几乎快要投降的小孤独 妄想可以收个棒桌的伙伴们 才遇会到大家坚守岗位之余 也从没忘记要掩护线路麻烦吉他手 他早就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转练手带来的动力驱使一里临场发挥 以花音的演奏手法惊险过关 在这一刻 孤独摇滚因为团结而完整 我真的很喜欢动画呈现的演出方式 以前团队们瞧见小孤独单薄 却坚强地伸直而重振旗鼓 如今一里不巧身陷难题 他也能将目光短暂地寄托在 Kesokobando上 借此安定那颗容易受挫折而失落的灵魂了 过去心心念念想要完成的乐团舞台 后腾一里不但成功地站得上去 更因为喜多、红夏和梁的参与站的踏实 Kesokobando用合作普出的故事 诉说的人人皆会因为各自的困境而陷入孤立无缘 只是哪怕只有一人份的心无旁骛 都能够成为撑起别人内心的支柱 感谢这份能够一人努力的孤独 我们才能共同摇滚灵魂深处的鼓动 我是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 和我聊聊对孤独摇滚的想法 那就下支影片见啰